所以是這樣子的女人其實是以丈夫的快樂為快樂 是有這樣子的 對 有喔 很多 我大概撐兩餐 沒有辦法每餐都吃肉 所以就是只要老公喜歡就好了 他根本就沒有他自己的想法 來 這個就比較 如果說他這個 這是感情線 如果說這個是生命線 只要是感情線它有一個差文 直接接到這個生命線 通常這樣子的人 他對老公其實是真的是微微懦弱 老公說你這個迷你裙太短了不要穿 他就不穿 老公說這個太暴露了 不能穿 他就不穿 老公說你那個朋友啊 你那個所謂的閨蜜啊 真的他不正經 他就再也真的不跟這所謂的閨蜜 去聯絡了 他說 哎呀 你不要常常回娘家 他真的就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真的不回娘家 他說要跟婆婆一起住 好啦 那其實他真的不是很喜歡婆婆 但是他也勉為其然跟婆婆一起住 那什麼事情都 只要老公高興什麼都好 這個我們應該稱為是微微懦弱啦 真的是只要老公你高興 他就犧牲自己的享受 犧牲自己的喜歡 自己喜歡看的電影 老公喜歡的電影他一定是 所以老公喜歡看戰爭片他其實自己是在渡沽 他也會跟著老公走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要犧牲自己的享受 是 成就老公 這個就是對男人有情有義的女人的面向 OK 那當然平常只是聽蔡閨姐自己講 是 今天難得老公彪哥有來節目 就是說 蔡閨姐你對男女之間的觀念很開放 覺得身體跟精神是分開的 可以分開 說 標哥 蔡閨姐她 有時她 叫你去洗泰國運 叫你去跟別的女生黑熊 那是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因為做節目嘛 那她是說 做節目應該要去拓展你的視野 接觸不同的樣貌的生活等等的 你那時候也要準備接彩虹台的節目嗎 我一直有這麼的想法 可是彩虹台完全沒找我 就不認識就對了 你要幫我介紹嗎 所以那個時候她就帶我 我們有一次到曼谷去的時候 然後她就真的帶我去 就去的時候 你也知道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 泰國那個曼谷 到了很多台灣人去嘛 那去的時候 她在跟觀光哥聊天 我就她還幫我挑一個 然後就上去 在金彌缸裡面幫你挑 挑號碼 有35不錯 35 35 然後你就真的上去 沒有 我進去是勸她好好念書 真的 我跟她聊她住哪裡啊什麼 我還多兩百塊給她說好好回家念書 那你也要太久了吧 人家都只進去 人家都只進去一個小時 她進去兩個小時內 沒有 心理輔導要比較久一點 好 是好 那蔡龜姐 你一度包容你的乾妹妹住在你們家裡面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乾妹妹不是親妹妹嗎 對 乾妹妹 誰的乾妹妹 是彪哥的乾妹妹還是龜姐的乾妹妹 龜姐的乾妹妹去住到他們家 然後她看彪哥 這女生看彪哥說彪哥一心圓也很好 當然啊 長那麼帥 然後就跟龜姐講說 姐姐姐姐姐姐 你老公好可愛啊 我也想嫁給她 然後就龜姐三八說 好好好 那你也嫁給她 只要她答應就好了 結果她乾妹妹把衣服脫掉給彪哥幹 你看看 那個是日本的啦 你有幾個乾妹妹啊 她一個類似的 一個日本的 這個都有脫衣服給你看就對了 日本的那個有 有脫衣服給你看 這太誇張了 為什麼 她就 她在我家 然後我再 我硬走到一樓 然後突然間她就拉開來 她從浴室出來 剛好她浴室出來 她說 我家你喜歡嗎 不過你太黑了 我就走了 你慢講我乾妹妹是亂台 你怎麼這樣腳踏 你怎麼這樣腳踏 日本的乾妹妹被你打槍 但瑞士的乾妹妹你有享用啊 沒有 沒有 可是是 語言不太痛 那個講話我都沒辦法 就你想勸她回去好好念書 但沒辦法 對 不會講 對 簡單 還要回去玩字典 可是 龜姐你怎麼可以這麼大方啊 你也知道女人有時候 表面上 好啊你去啊 你這個人最清楚對不對 試探你去啊 我就看你會 你敢怎麼樣回來 你現在被你打倒了 懺悔 我哪裡有 我從來都不敢對她 但是不要跟你的桃花園 這麼旺 也上過好幾次新聞耶 嗯 網路上面講 2012會地球毀滅 你相信嗎 到現在又毀滅嗎 所以你現在這一句 是把所有的那些新聞全部都 本來就是啊 網路你要相信 等一下 如果我真的是假大方的話 我怎麼會帶你去洗泰國藝呢 我怎麼會傻傻的在外面等你呢 有啊你測試啊 所以我進去好好勸她念書啊 然後 對 彪哥沒有上當 他還是一樣 就像他對待更生人的態度是這樣 對 一切都是以公益的角度為出發點 對 彪哥 因為 行動不代表行動 因為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變成像話的給你們聽喔 他去醫院開刀 那醫院那個醫生跟他講說 你這個老婆是怎麼當的 回去跟你老婆講 就是你都不用 你老婆都不用你 你也不用你老婆 你才必須來開這個刀 開了什麼刀 你不知道什麼刀 社護線 社護線 我社護線還沒開刀 我那是狼種 不然老鼠 那個醫生不會罵我這樣子 堵住比社護線還麻煩 那你罵我 那個態度是很生氣說 拜託我社護線沒怎樣沒有開刀 我說狼種了 就是都堵住了 我不知道耶 沒有 難怪人家現在有新的叫做社護線保養 都沒有保養就對了 對啊 醫生是我們的好朋友主任嘛 就罵我說 塞歸你怎麼搞的 你說不用老公啊 你老公你看 我必須幫他開刀了 這樣子 我說又不是我不用 他不要用我 來換下一題 是堵住了嗎 是狼種嗎 狼種 是狼種 不不狼種 我就不知道 他靠我的話 我也就傻傻地回答了 因為這個野馬就在玄關 就是門出去了嘛 那出去的時候 你用一個馬 馬就奔起來 這馬奔起來又再跑出去 野馬出去 綁不住了 那這綁不住的時候 你要怎麼 你很簡單用紅絲帶 周老師 我們趕快來看看 哪些身孝命格的男人 真的他的桃花印信源都超好 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的身孝是屬蛇的 要農曆七月生的 對 這樣子的人 他的外星 那個印信源好到怎麼成功呢 因為他是談吐不熟 機智風趣 他講話就是很風趣 很會去 知道在什麼場合 講什麼樣的話 很會討好女人 其實他不見得只有討好女人 他只要在任何的場合裡面 講笑話也不會很低俗 就是講起來 人家聽起來就會很舒服 所以他除了 我們講感情上的 女性朋友以外 連那個所謂的 平常朋友的異性朋友 他也會很多 甚至連那個同性的朋友 都很喜歡他 也就是因為他有那股魅力 就講話不會很低俗 講瞎話超級超級好聽的 所以很多人會喜歡他 但是 這個我們講 異性也也非常非常好 是 再來就是 如果是 你是屬羊的 你在農曆五葉生的 這樣子的男生 通常 他是溫文如雅 吸引你貼心 他講話 他有時候跟一心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很溫柔 很溫和 很貼心 很細心 而且他會細膩到 他會看到 就不一定是他女朋友 他會看到 你好像拿這個東西 重物太重了 他會去幫助他 你要穿得太薄了 好像感覺你可能會冷 他會問你會不會冷啊 要不要加件什麼衣服什麼之類的 會這樣子去體貼 細膩的體貼女生 所以通常 只要是女生看到他 他都跑不掉的 這也是一個 真的是很棒的 再來我們看看 俗馬的 如果是在農曆六葉生的 他是 身長毅力去鮮囊 就是說 他其實身材 一般俗馬通常身材都非常的不錯 就我們所謂的 所謂高護帥 像篤庭就是高護帥 他不見得是高護帥 但是他這個高跟帥 一定是跑不掉的 護不見得有 但是有很多女生 不見得他一定要加上那個護 他只要高又帥 通常女生都是會跑不掉的 都會喜歡他 因為他有一股 那個叫很高雅的 就很高尚的那個氣質 就會很喜歡他 像彪哥這樣子都是會 很多女婚 女生會很自動喜歡他 各位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哪些風水擺設 可以展斷 展斷我們老公的這個野桃花 讓他能夠專心的留在家裡 對 能夠展斷老公野桃花的 讓老公能夠專心照顧家的風水擺設 要怎麼去做 才能夠讓這個老公 能夠守住這個家呢 第一個 我們來看 這個撒嬌 能夠撒嬌的天鵝擺床前 什麼叫撒嬌天鵝 你看 這個天鵝兩隻天鵝 一般兩個天鵝交情 很恩愛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隻是不是這樣捕過來 這隻在這個地方 兩個就在撒嬌 這一隻在撒嬌 是 所以驕傲滴滴的現象在這裡 所以要你的老公 能夠席香淋浴 所以故枕邊 所以就代表 你有擺了這個在你床尾巴的時候 這個就代表意識 這潛意識裡面在幫你老公洗腦 然後就把你交VD 你老公自然會顧這個家 跟整邊人 所以用這種方式擺在你床尾巴 慢慢就會誘導你老公 本來外面有的野頭 很奇怪的 慢慢的再回顧回來 還是整邊人最重要 外面是短暫的 那不是永久的情 所以還是回顧 所以用這種 不是交警天鵝 這是撒嬌天鵝 撒嬌天鵝最能夠誘導你老公 外面做壞事馬上回 馬上回來的現象 讓老公現在還顧家 第二個是 客廳的西北方 倒賣捆一把 客廳的西北角 就拿一個直北真 再量一下西北角 那個掛位在哪裡 用個倒賣捆 這個倒稅就吃嘛 倉庫 倉庫 是家裡面基本的生活 基本的生活在這裡 所以你把這些倒稅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有什麼 迷途的老公 就必定支還 所以你就告訴他 他其實在安斯卡說 家裡面你醉的就是你的根 家裡面就是你的本 所以你一定要回到 這個根本的位置 你才能夠過一輩子好生活 你外面那一種 只是短暫的消遣過了就好了 所以用倒或是賣 這種捆一綁在西北角才有用 第三個是什麼 在玄關的有野馬 玄馬的 玄關的野馬 野馬要怎麼辦 那就綁在紅帶綁 野馬紅帶綁 要怎麼樣 就是放棄外溢速緩 為什麼 這樣就可以把他的能量往回拉 請問你那個馬要朝外還是朝內 他要出 大概要往朝內才可以綁住 他要想出去 趕快綁進回來 風水跟你有什麼關係 有啊 因為我家就有一隻那個馬 對 但是朝外 你是希望他跑出去 還是希望他回來 我希望他出去也希望他回來 如果你要做事業的 你要希望他事業衝得開 這個馬一定要向外 馬不能向裡面 馬向裡面就關在馬屍 要衝事業一定要往外 但是因為家裡面有老公 有一個問題的 所以你希望告訴他 你要放棄外面的外遇 要趕快迷途了 要趕快速速回到這個家了 所以這個馬趕快轉回來 事業不重要了 這個家最重要 所以現在是愛情還是麵包 我覺得這個事業比較重要 對 所以那你 那你重視的是一個麵包 所以你麵包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馬往外走 那就不要去綁這個紅彩帶 當你希望說 我不要麵包了 我要愛情的 所以這個馬就轉回來 給他捆住了 把馬 脖子綁住了 那這個馬就鎖在這個家 那我可不可以馬朝外 然後也綁紅絲帶 那綁住的時候 他事業可能就會被你稍微 也會受到你的干擾 受到你干擾的時候 他可能出去有很多機會 常常就是因為你的干擾 他很多愛以家庭 太太的問題 他不敢大膽地放上去 不敢大胆地放上去 不敢大胆地放上去 不敢大胆就有影響的事業 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今天看你們這麼恩愛 不知道蔡飛姐 你其實提出過好幾次離婚喔 不爽的時候 又來又練了兩句 又講了 所以我說這樣 吃飯啦 趕快吃完 趕快吃完 趕快吃完又沒事了 所以他是屬於那種 今天菜不好吃 心情不好 來離婚 這種的 對 這就沒什麼 就會時常把這個 離婚兩個字掛嘴邊 對 去看電影 電影不好看也說 我們離婚喔 這跟電影有什麼關係 龜姐 蛤 你是隨便講講的還是怎麼了 就是他會把我 怎麼講會 會罵得我快要發瘋了 然後我就 他罵你什麼 罵我什麼 對啊 想不起來耶 罵我 你會罵龜姐什麼 他做笨的事情多的咧 那鏢哥也要來問一下接下來 他是怎麼打算 對 我是很確信 你是前世姻緣天作之河了 你們結婚也二十年了 對啊 你們這婚姻這次 接下來是 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要加入張惠他們那個行業嗎 才賭多久 我不覺得是 是有什麼一定會走到離婚或分開 只是就是說 龜姐我想問你 你在家裡面的家居造型 也是像在節目上的形象嗎 在家裡我頭髮就綁一戳就好了 因為我放下來做不了 對 對 就 標哥你對龜姐有沒有什麼期許啊 希望她是個什麼樣子的女人 或者她的生活是怎麼樣的打理自己 或者是什麼 她 學聲樂嘛 對 本科是學聲音 那我覺得她很可惜 她就是說 她可以 我一直覺得她可以好好唱歌 因為我們做這樣 都看過那麼多藝人 她可以好好唱歌 這一點 專注在一件事情就OK 然後唱歌的時候 不管在肢體上面也好 在表演動作上面也好 可以收斂 等一下可以專注在你的聲音 而不是在 被旁邊的東西所干擾 但是失敗 就這樣 反正她有太多的東西 她堅持她的想法 來 只是說 我覺得會滿可惜 她聲音 她其實 她音域非常廣 而且她可以很多的這種變化 可是 觀眾都常常會失焦 就是 到底是要看你人 還是要聽你講話 還是要聽你的歌 就會 會失焦 那龜姐 那老公這樣的建議 你是不能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啊 那為什麼到頭來又回到這個 問題是 我其實也曾經想過要這麼做 可是 因為 我一直覺得台灣還沒有這個市場 對 所以各個的想法 做通行的麻煩就在這裡 對 對不對 對 那龜姐她這個夫妻 你希望你的老公 彪哥 要怎麼樣對待你 怎麼樣呵護你 哇 我只要她不要大聲對我說話就好 嗯哼 教師可以嗎 蛤 可以啊 可是怎麼教 比如說 她常常跟我講說 那個光碟 等一下光碟會倒帶 會洗掉前面 不會啊 不會啊 那個光碟錄了就這樣 不會倒帶 那你可是 你可以用這樣的音量解釋說 不會不用 你不用擔心 光碟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我 你會用力嗎 不是 第一次不會啊 第二次第三次不會 就是N次了以後 說我給我分你 你騙人 你第一次就開始罵我 這樣我大概了解人家 是發生什麼事 真的了解了喔 好 加油了齁 子榮老師 再幫大家做一個 我哪在愛你齁 大概只有三次啦 來 我們再做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就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越來越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就是呢 你被指定一個任務一定要參加 你會準備下列哪一項極限運動的挑戰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高空跳傘 從飛機上跳下來的高空跳傘喔 B的選項是攀岩 C的選項是極地游泳 你可能在冰水裡面游泳 或是在冰地裡面游泳 D的選項是街道競速 這個就是可能在街道上面賽車 有封街賽車的狀況 我們直覺來選 你會選擇下列哪一項極地的挑戰 飄哥 嗯 街道競速 好 等一下 街道有沒有車 有很多車一起跟你比賽車 ABC你選一個 A 很怕人家上車 A 我可以選D好了 我選B攀岩 我選C 好 我也是極地游泳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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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好 那哪一方面會越來越好呢 在哪一方面會越來越好 就是在桃花方面 桃花大開 春風得以 事事順利 未來一個月呢 在桃花方面呢 會越來越好 桃花方面我們有分為人緣桃花啦 或者是說感情上桃花 在人緣桃花上的話 就是表示你的人緣 人際關係越來越好的 大家越來越喜歡你 包含如果你是做Sales的 你的業績當然相對的人緣桃花好 你的業績相對也會越來越好 好 那麼在感情桃花上呢 包含你的同事啦 包含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自己的感情 也會越來越好 也讓你做什麼事情 都能夠事事順心如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B選項的 有周老師攀岩的 進入家境的指數是 20分 好 那在哪一方面需要注意呢 就是在健康方面亮紅燈了 要小心疲累的狀況 未來一個月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生活日常起居 就是生活日常作息要正常 然後一定要有足夠的休息 才能夠讓你的身體健康 保持在一個美好的狀態 不然的話 太過疲累的話 容易讓你的身體出狀況喔 一定要多休息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C選項的 極力游泳 兩位主持人都選到這個選項的 未來一個月 減入家境的指數是 100分 100分 感到感分 兩方面越來越好呢 就是投資獲利 財運滾滾來 未來一個月呢 你可以做好一些 投資理財的規劃 在未來一個月 是你理財賺錢的好時間 加油加油 恭喜恭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D選項 現場的彪哥 選到這個選項的 減入家境的指數是 60分 好 及格了 在哪一方面 減入家境呢 就是 事業敘事待發 然後呢 會接到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說 未來一個月呢 在事業上是越來越好 有新的發展 甚至於有貴人出現 要幫助你 所以你會有敘事待發的一個 即將要發展出一個 新的工作的好機會 拿到了 台灣的南京百合法 戴地圈 戴地圈 這真的永遠的夢 加油 來 謝謝老師 恭喜 祝福彪哥跟歸姬 謝謝 都很順利 謝謝 讓大家忍耐一下 別常常提高聲 小烏龜也怕到 我真的覺得是天作之法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也要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整理收看 貝好玩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越光老師 接下來跟大家 預報二月四號 禮拜三個新作的運勢 運氣特別好的 三個新作呢 第一個是母羊作 跟很多好朋友一起吃飯 喝咖啡 吃火锅 很兴奋 很开心 第二个是射手座 心想事成 你的计划一一都实现 然后会有很多的贵人帮你的忙 第三个是双子座 跟你的朋友 同事侃侃而谈 觉得自己很受重视的感觉 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 第一个是双鱼座 会有一种莫名生气的感觉 而且你要小心吃东西 避免拉肚子 第二个是水瓶座 我告诉你 因为你自己反复无常 惹得别人都发飙生气 你一定要耐心地 好好跟别人沟通一下 在星云颜色 以及星云数字的部分呢 风向星座的朋友是紫色 数字是8 火向星座的朋友是蓝色 数字是5 水向星座的朋友是白色 数字是6 土向星座的朋友是绿色 数字是4